大家上午好 接下来是由我和长镇来为大家带来 使用EBPF进行多进去流量的一个管理 今天我们这是一个双人演讲 首先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叫张小辉 是一个资深的一个程序员 同时我也会在开源社区做一些工作 是Linux Foundation开源步道者团队的 然后也是CNCF的大使 我现在目前在FlowMesh工作 在FlowMesh担任一个高级语言生架构师 然后也会负责一些技术步道的工作 我过去几年的经验主要都是在微服务 容器 DiOps这个方向 接下来是我的队友长镇 大家好 我叫长镇 是华为容器软件开发工程师 也是Kamada社区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固献者 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演讲分享的一个内容 当前演员生这个阶段的一个现状和挑战 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讲 第一点的话是一个单机群的一个限制 Kamada社区推荐的一个标准里面 节点的一个规格是在5000 然后Pod的一个容量是15万 然后不会超过30万的油游容器 单节点上面的Pod的数量不会超过110个 然后第二点的话是一个HA的一个部署的要求 那么为了避免一个单点故障 同时为了一个两地三中心的一个需求 同时有可能用户也会遇到一个服务的一个弹性的有量 然后第三点是一个多云那个架构的一个实案 因为现在学着用户的一个业务的扩张 可能在不同的地域都需要进行一个群群的部署 所以需要进行一个数地化的部署 另外一个用户的话可能还会用到一个本地IDC 加一个共云的部署模式 从而达到一个弹性的一个扩扩容 另外的话也可以多云可以避免一个厂商的一个锁定 另外现在很多的一个词就叫门真笑 第四点的话是一个业务的一个隔离 包括的话业务隔离以及团队隔离 还有是开发流程的一个隔离 那么当前那个多云多极群 其实是在云业务里面比较热门的一个趋势 根据Flexion 2023年的一个报告指出 超过87%的一个企业收放者 正在使用多家云上提供的一个服务 那么这个报告主要 从数据来源可能是北美和欧洲的一些企业 国内公司也可以看到 也可以说是也会看到借鉴这个趋势 这也表示着 云原生技术和一个云市场的一个逐渐的成熟 未来将会是一个多云管理 多云服务管理的一个时代 先明将会是 那个刚才长征已经介绍了 我们现在云原生应用的它一个发展趋势 以及多云多极群在我们整个行业 在我们整个技术中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趋势 那我们在处理多极群的这些应用的调度 以及流量调度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使用一些相关的技术 来提升我们这些应用的 它的一个调度的一个效率 那我们今天呢我们会介绍一个这个使用 EVPF这样的一个方案 那EVPF呢它前身是一个BPF 它其实就是一个网络包的这样的一个过滤器 那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可能就是比较熟悉的 就是这个TCPDAM 它其实就是使用了一个BPF这样的一个工具 它我们可以通过设置一些参数啊 可以把我们一些网络里面的一些数据包 把它过滤出来 那可以过滤出我们使用的一些数据包 那同样我也可以把通过使用这个BPF的技术 可以把一些我们认为危险度 危险程度比较高的这些网络包 把它给过滤掉 就避免它进入到我们的应用程序里面 那这边是PPF 那EVPF呢它其实就是一个扩展的一个BPF这样的一个技术 它的一个核心呢就是它的一个动态可编程 那它就是可以实现可以动态的 一种动态的方式 可以把这个BPF的程序加载到我们的这个Linux内核里面 那同时呢它也会提供更多的比BPF来 对相比BPF来说更多的这种内核的一些接口 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接口去处理 处理那些除了这个网络包的过滤以外的 更多的一些场景 那这几个slide呢我们就介绍一下 就是我们的一个今天会设计的一些范围 那今天的一个agenda OK我这边漏了几个内容 那BPF呢它其实它的一个核心呢 它就实现了我们的一个内核的一个可编程 那我们可以通过编程的方式去扩展我们内核 它原先没有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那我们假如说我们在将这个BPF的程序 把它加载到内核里面 那它怎么去保证我们的一些安全性 因为假如说我们把内核搞崩溃了 那其实它的一个风险是非常高的 那BPF呢它提供了一些能力去保证我们的这个技术的一个稳定性 那比如说它可以去做一些DG的检查 去检查我们这个程序的它的一个可达性 是否我的BPF程序里面是不是有死循环啊 或者是我的程序执行 能不能执行到我的这个程序的末尾 然后呢它就可以 然后它就是一个更加高效的一个处理的方式 使用GIT的这样的一个编译的方式 可以把我们的BPF的程序呢 编译成这个机器码 原生的这个机器码 然后再就是一个安全性 那它使用的这个Warefair 就是它的一个检查器 可以对我们的BPF程序进行检查 然后并且呢 通过限制我们使用内核的这些接口的方式 只暴露出一些安全的这样的接口 让我们去比较安全的去使用内核的这些能力 然后呢它就可以通过一些可加载的方式 去把我们的程序加载 加载到内核里面 以及从我们内核里面把它卸载掉 那无需我们去重启我们的这个系统 那其实它就是实现了这样的一个 动态可编程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就是我们不需要升级内核 我们就可以去为我们的配合扩展这些能力 那有了这个多极群 以及EPF技术的介绍呢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些 主要的内容就是我们在如何去应对 我们在多极群的应用管理和流量管理里面 如何去解决我们的这些应用的调度啊 还有流量调度的一些难题 那我们会介绍一下这个 原生多极群的它的一个发展趋势 以及EPF在我们原生领域里面 它有哪些的应用 它如何去处理我们流量的 处理我们这个流量的列路 列路的一些调度啊等等 然后再就是我们在这个应用和多极群流量里面的我们的一个实践 也会有一个比较很简单的 对应对极群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我们用三个比较是论论词来描述这些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一群孤岛 我们在这一群孤岛里面 每个集群需要保持一个一致的一个部署 提供一致的一个应用的一个交付 那由于这个集群每个集群不同 所以造成了一个业务的一个隔离 那集群之间互相不感知 那这样就造成了一个数据 以及资源和流量的一个一系列的一个孤岛 第二阶段是一个威尼斯水城的一个阶段 这个阶段的一个特点就是提供一致的一个应用的交付 那也就是部署合运为一致的应用的访问 也就是流量的分发 还有一致的一个资源的一个分配 一个编排和调度 另外的话这个阶段会提供一个少量 小压力的一个跨境的服务访问 那么最后的一个将是一个大航海的时代 那比较容易想到一个持自由 在这个阶段里面 实力 数据以及流量 就会可以自动地进行调度 自由的一个扩缩容 以及自由的迁移 那么现在我们说出的阶段 可能是还是在第一到第二阶段 过渡的一个阶段 我们现在看一下多集群的一个 目前的一个挑战 也是四个点可以来说 第一个是集群 大量的集群 用户需要配置来进行繁杂的一个 繁杂且重复的一些集群配置 那么不同厂商可能还要有 不同的一个集群的配置 以及多个集群造成的一个 多个EPI的访问入口 造成了一个碎片化 第二个点是一个业务的分离 不同集群可能有不同的一个 一个配置的需求 以及多集群的一个服务发现的一个需求 以及集群之间的一个应用同步 第三个是集群的一个边界 那个集群其实它是一个 也是一个物理的一个概念 所以说造成的资源 以及应用和这个HPA的一个隔离 另外就是厂商的一个绑定 因为厂商的存在可能会 对用户的应用产生了一定的粘性 那么这样就缺乏了一种中立 需要一个看源比较中立的一个多运管理平台 那么Kamada Kamada是一个看源的多集群管理平台 也是Kumulets Armada的一个简称 那么它的目的是提供一个 自由可说调度的一个容器支援池 然后让用户像使用单集群一样 使用多集群 它们现在有六个一个特点 第一点是提供那个 可以兼容KPS原生的API 那用户可以直接五分 从单集群升级到一个多集群 第二个是一个开放中立 第三个是避免一个厂商锁定 它也可以天生地支持一个多运的平台 用户不需要进行厂商的一个绑定 第四个是一个开箱 提供一些开箱指引的功能 可以支持两立三中心 通常生活以及容灾 另外提供了一个丰富的调度策略 支持一个集群亲和性的调度 以及多颗粒的多维度的一个调度 包括多运镜多AJ以及多集群和多提供商 最后是一个集群的一个集中化的管理 可以不管它是在 比如过云或者是市云以及边云 它都可以进行同一个一个管理 看一下Kamada的架构 可以看到它跟Kamada的架构很类似 分别于管理面和数据面 在管理面上 Kamada API server就负责用户和其他组件的一个交流 像类似于API server 那么它也会有3DETCD进行交互 另外还有Kamada自己的调度器 以及一些控制器集合 那么在数据面来说 它可以根据是否与控制面直接连通 分为两种类型 PUS类型和PURM类型 对于PURM类型的使用户可以通过 部署Kamada Agent 来与控制面Kamada API server进行连接 这是目前Kamada输出的一些Adopter 也在持续增加中 我们看一下今天的一个 就是多情和发现的一个主题 这个是Kamada使用了 Kamada是SigMulticlass组的一个提的一个MCS API 对它进行了一个实现 借助一个MCS API里面的Service Export 以及Service Import的 API 对快据服务进行了一个功能上的实现 那用户需要把Service Export和Service Import 分别发送到原集群 目的集群 这样可以使得用户可以在跨界群进行服务的访问 那么它的原理有点像 就是直接把服务的后端收集到控制面 然后分发到目的集群 同时会产生一个 Derive前缀的一个Service 那么在目的集群上使用Derive的Service 就可以访问原集群 那么这个方案有一个前提 就是说需要打通集群之间的容器网络 有这样一个限制 当然这个也在 就是说特性也在持续迭代中 那么这个可以看到 就是这还是有一些 需要继续深化的一个地方 一个就是我们如果这个多情网络没有打通怎么办 另外就是说这个MCS API之外 还有哪些方法可以就是说实现这一个跨界群的服务的发现 那么下面有弗洛曼斯小辉老师来介绍一下后面的一个眼镜 OK 那我们通过使用Camada已经把我们的这些应用调度到不同的一些集群 然后使用不同的一些策略 可以选择把我们这些应用是部署在哪些集群 那我们在部署的时候呢 其实通常我们会有两种不同的一些方式 那比如说我们可能会使用一些这种镜像的方式 就是说我在所有的集群把我的都部署我的全量的应用 那我的应用 我的请求寄来 在我的集群之后 就可以在我的集群内部就可以完成处理 那另外一种就是说 我是一个这种非竞向的一个部署方式 就是说我的集群 我的应用 我的应用 比如说我一部分应用分布在A集群 一部分应用分布在B集群 那这样呢 其实它会要求我们之前应用之间的 它需要有一个可以需要有个集群之间 它可以正常的直接互通 也就是说我在一个集群可以直接访问 通过另外一个集群的Pod IP 可以直接到达我的一个目标的一个应用 那其实这就会涉及到我们的这个Kubernetes 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多集群的一个网络模型 那比较常见的 因为Kubernetes它是一个网络隔离的这样的一个模型 也就是说它应用的每一个Pod IP 它其实在我集群内部才可以访问 无法在集群外部直接访问的 那这是它这样的一个孤岛的模型 也就是说我们在多集群的时候 我没办法直接从我的集群一 直接去访问我集群二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应用 那相对的孤岛的这样的一个网络模型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扁平网络的一个模型 也就是说我的多个集群里面的这些应用 它的Pod IP在所有集群里面 它是一个唯一的 而且它是一个通过底层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大二层的网络 也就是说我就可以在我的集群一里面 我可以通过Pod IP直接可以访问到集群二的 因为它是使用了这样的一个大二层的一个扁平网络 但是这样的一个网络架构对我们在多云 在多集群尤其是在多云里面 它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因为我们很难在多个云场上之间 去构建一个这样的一个大二层的一个网络 那我们怎么这样处理呢 那既然前面提到了这样的一个EPF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EPF它在我们云原生应用里面 在云原生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它是如何去处理我们的这些流量的 那前面也有提到就是说EPF它在 它可以去扩充 延伸我们这个扩展我们这个内核的这些能力 那我们可以使用 比如说我们使用随缘去编写我们EPF的程序 然后把它编译成这个字节码之后呢 那我们就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些library 比如说Go的library或者Python的library 把它夹载到内核里面 然后内核呢它会去进行一个 使用这个检查区进行一个安全性的一个检查 然后检查完了之后呢 它就会使用这个GIT的这个编译器 把它编译成这个机器码 那这部分呢就完成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加载 开发编译加载这样的一步工作 那当我们在处理网络流量的时候呢 它是怎么去做呢 就是说我们当我们的一个应用程的这样的一个进程 它去发送一个message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这个EPF呢 它就可以去呼和到我的这样的一个事件 那它就会去trigger我们的BPF的程序 去进行我们的一些网络原数据的一些记录啊 或者是一些网络原数据的一些修改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运行的一个模式 那这种模式呢就我们可以称的是 它是一个事件驱动的一个模式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 通过把我们的BPF的程序 把它绑定到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事件上面 然后当这个事件出现的时候 它就可以去触发我们的BPF程序的一些执行 那这些事件呢可以分为几种类型 一个是这个内核函数的一个进入和退出 然后再就是我们用户态的这些函数的进入和退出 那这两个呢其实是涉及我们的一些系统函数 涉及到这个用户和系统函数的一个调用的 再另外呢就是说它是有这个SDP 也就是这个Express的Data Pass 它可以在我们的整个网络的Data Pass上面 可以去hook到我们BPF程序的这个执行 然后呢再就是一些跟这个硬件CPU相关的 也就是说我们图最右边这边 它可以会在一些这个CPU的一些时钟上面 方面我可以去做一些这样的一些实践的一些记录 那这就是EBPF呢 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些概念吧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在余元生这个领域 那我们的流量是怎么去流转的 那我们这里以一个同节点的两个Pod 它去处理它这个流量的一个流转的方式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里面左边的这个Pod呢 它发出一个请求之后呢 首先它通过一个系统调用会去创建我们内核的这样的一个Socket 也就是我们的网络套件字 然后再进入到我们的内核网络站 然后在内核网络站上呢 它会把我们这个数据包会一层层的进行封装 首先它会封装成TCP四层的这些信息 加上一个TCP四层的header 也就是我们的一个本地端口啊 还有目标端口等等 然后呢接下来就是三层 就是本地地址和目的地址 那最终呢这是以太层了 它会把我们以太包的这个header把它给加上去 加上去之后呢 它会再进行通过一些路由啊等等的一些操作 会进入到我们另一个pod 它的一个内核网络空间 那同样呢 它也是经过我们内核的处理 它要把这个已经封装好的这个以太包 一层层的解包 它会解出来这个以太的header啊 以太层的以太包的这个header 然后再就是IP层 然后再是TCP层 最后写到我们这个应用 它正在监听这个端口的这个 网络套件字Socket里面 然后这个是完成数据的接收 那数据的返回呢 其实也就是我们的一个流程的一个反向 那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整个链路它是非常长的 那其实我最终 最终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说 我们的应用把我们的数据 写到它自己的这边的一个Socket里面 然后这个数据又进入到 目标应用的它的一个Socket 那其实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的 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网络寻止的理解 就是说它其实网络寻止 其实我要找到对方应用 对面应用的它的一个Socket的一个地址 那我们能不能使用什么技术可以把整个链路缩短呢 那么就这里就是我们会使用一些一个BPF的一个 EBPF的这样的一个技术 那我们可以在从我们的这个用户的 我们用户态的应用的一些函数的调用 到我们Socket的这一层 然后还有网络 内核网络的站的这些部分 我们都可以使用BPF的程序 进行我们的一些数据 进行我们的一些数据的一些处理 那怎么去处理呢 那我们就可以通过在我们进行 当我们初次进行创建这个TCP链接的时候呢 我们会使用EBPF的程序 把我们整个这个包的一些信息 最基础最最简单的一些信息呢 就是说我们的每一个网络包 它会有本地地址 本地端口 目的地址 还有目的端口 那再加上一个协议 这样的一个五种 这个五种数据 我们把它称为一个数据源组 那我们使用这个数据源组 作为这个数据 把它记录在这个内核里面 然后当我创建连接之后呢 其实我就可以通过源组 这样的一个数据源组 可以找到我的一个目标应用的 它的一个透露接字的这个地址 Socket的地址 那我在做数据传输的时候 我就不需要走这个内核网络站了 那我就直接把数据写到 把这个数据直接写到 这个目标应用的 它的Socket里面 也就是我不经过两次 这个内核网络站了 就缩短了 它的整个数据传输的 这样的一个路径 这样就会大大的提升 它的整个 它的一个数据传输的一个性能 那这就是EBF 它如何在我们的一个 云原生的这个网络环境里面 去提升我们这个应用的一个性能 那其中性能 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那我们其实使用了 EBF它这个流量拦截的 这样的一个技术 那我们拦截到这个流量 然后进行一部分的处理 那在这个多集群里面 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应用呢 那这里有一个图 那这左边是我们的 这样的一个集群 那我们在我们的集群的 每一个node上面 那么在这里注意一下 这边我们什么在 每一个node上面 使用这个DemonSet的方式 去部署了我们 FlowMesh的这样的一个 FSM Bridge 这个Bridge的这样的一个pod里面 它会有几种 几个组件 一个是我们 我们从下面看 它是一个Bridge 这个Bridge呢 它其实是一个 Go开发的这样的一个Library 它会连接到我们的 这个API Server 通过我们这个FSM的Controller 去连接到这个API Server 它可以拿到我们 集群的这些服务啊 还有策略的这些信息 它会把它写到 我们这个内核的 这个node节点内核的 这个一个Map里面 也就是说 大家可以理解一个存储头 然后呢 当我这个pod启动的时候呢 它会把我们的这个BPF的程序 加载到我们的这个节点的内核里面 那我们就完成了 BPF程序的一个加载 然后呢 这个代理的主件 它有什么用呢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去修改 我们网络包的一些信息 那前面提到的 就是一个元组嘛 五元组 我通过去修改 当我的一个pod 去发出一个网络包的时候 我就可以把它的一个目标地址 和目标端口 把它修改 把它改成我们这个Poxy 也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代理 这样的一个组件的 它的一个地址和端口 那就完成了 我们的一个流量的一个拦截 然后在我们的Poxy里面 然后就可以去完成 我们的一个流量的 流量的一个代理 那我可以把它代理到 当前群群的应用 或者是通过 其他群群的应用的访问地址 然后把它代理到 其他的这个群群上面 那它如何拿到这个应用的地址呢 以及如何去 它如何去拦截的这个流量 那其实这里面都是这个 BPF BPF 它的这个工作 那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图可能会比较复杂 可能看起来比较乱 但是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图里面 它是有四个 四个这个数据的一个流转的 一个是我们的一个配置 那这个配置就包含了 比如说我的目标服务的 它的一个访问地址啊 或者我们的一些策略啊 那这些 这些 这些这个配置呢 也是通过 其实就是通过我们的controller 到了我们这个Poxy这边 到了我们这个FSM的bridge 那第二条线路呢 就是说 这个DNS的 DNS的解析的这样的一个流程 也就是说 当我的一个应用 我的一个pod 去访问另一个pod的时候 它是使用了我们K8S的一个service 那它首先要做一个DNS的一个解析 那我们会使用BPF的程序 拦截到这个DNS解析的这个 DNS解析的请求 我会去检查 你要访问的服务 是多集群的服务 还是当前集群的服务 假如说你这个应用 你的目标应用 只在当前集群部署 那我就会放行你的DNS查群的这个请求 就由我们的CoreDNS 给你返回当前集群的 它的这个 当前这个应用 它的一个服务的class IP 那假如说你这个应用 它要访问的应用 是多集群的应用 那它怎么知道呢 其实就是我们前面这个配置 就是我们的这个bridge 它会把从controller那边 拿到的多集群的这些访问信息 写到BPF的这个存储桶里面 那我们BPF程序 拦截到这个DNS请求之后 它会去检查存储桶 检查你要访问的这个应用 假如它是一个多集群的应用的话 它就会把你的DNS的解析的地址 改成我们这个Poxy的地址 那这样的话 我应用在去做完了DNS解析之后 它发出的请求 它的目标地址 就变成了我们的Poxy 那我Poxy同样也会持有多集群应用的 它的这些访问地址 那它最终就会按照策略去决定 我是把这个应用 把这个流量调度到哪一个集群上面 那这样就完成了一个 这样的一个多集群流量的 一个调度的流程 那这里呢 下面有两条泄露呢 就是分别就是说 我是同集群的应用访问 还有跨集群的应用的访问 那大家可以就是说 后面这个PPT也会放出来 大家可以按照上面这个图示进行查看 那大家也知道 就是说我们 假如要使用EPF这样的技术 其实它是对我们Links内核的版本 是一定要求的 那我们这边FSM呢 它对它是要求我们内核 是最低的内核版本是5.8 那假如说我们肯定会有一些存量的系统 它的内核版本可能会比较低的 那我们要怎么去做呢 那可能这个时候我们就没办法去使用 EPF这样的技术了 那我们会有其他的另外的一个方案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去通过 使用服网格的这样的方案 其实整个EPF的那个方案里面 大家看到了 就是说我去 我首先我要去做到 首先要去拦截它的应用访问的这样的一个请求 我要去拦截这个请求 然后把这个请求拦截到 劫持到一个Poxy里面 其实这样的一个模式 就是我们服网格里面常用的 也就是说 其实我的Pod里面的这样的一个SYCAR 也是这样的一个代理 它其实也是可以获取到 我们多具群服务的这些访问地址的 那也就是说 当我的应用在发出请求的时候 它的流量会被劫持到 我们这个Pod里面的一个SYCAR Policy 然后由SYCAR Policy 根据策略去决定 我如何去进行这个请求的一个路由 那这个就是服网格的这样的一个技术 服网格的这样的一个方案 它对内核的版本就没有什么要求的 那我们在这个两方案里面 我们都用到了一个这样的ingress的一个组件 那这个ingress的组件它是有什么用呢 就是说我们在前面介绍了 假如说我们在混合多元的这样的场景下 没办法去做到大二层的这样的一个扁平的网络 也就是说我的Pod IP 它在多个集群里面 它不是唯一的 我也不是直达的 那我们要怎么去处理呢 就是说当我的一个多集群的应用 我要把它向外暴露的时候 暴露为一个多集群的一个服务 那我们会自动为它创建一个ingress的入口 那我们就会把原来的这种四层的直接访问 把它转换成一个七层的一个访问 那这样的话 其实这样的一个网 它对网络的一个架构 其实是要求是非常低的 那我只要保证两个集群 它能两个集群 它是网络互通就可以了 我不需要两个集群中的Pod是互通的 那我们就通过这样的一个ingress 这样的一个入口 去解决我们的网络互通的问题 其实这也正是我们在使用Kubernetes的时候 我们如何把我们应用的 把应用暴露到集群外去提供服务 一样的是这样的一个操作 那下面呢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演示 在这个演示里面呢 我们会使用到四个集群 四个集群 其中一个集群呢 就是我们一个控制面的集群 它去负责我们的一个应用的调度 以及我们一些策略的一些调度 然后呢其他的三个集群呢 我们把它叫做这个数据面的集群 在这个数据面上的集群呢 我们会部署 部署我们的一个应用 那我们的应用之间 它会进行互相的访问 那我们这里呢 不好意思 可能不是很清楚 在首先这里呢 我们部署HTBin的应用 我们使用Kamada进行部署 把它部署到Cluster1和Cluster3 部署到两个集群里面去 然后呢我们部署了一个客户端的应用 就是我们的cur 那同样使用Kamada去进行部署 然后使用一个Propagation的Policy 把它调度到这Cluster的集群2上面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去创建一个 Service Export这样的一个资源 那这个资源是完成一个 服务的一个注册的一个动作 那服务注册了之后呢 就会自动去创建两个 去创建这个Ingress的规则 那我们就可以通过Ingress的入口去访问了 那这个时候呢 假如说我们从过这个Cluster2里面的客去访问 我们的这个HTBin服务 我们是访问不通的 因为在多具群里面 我们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默认的一个策略呢 我们需要创建一个这样的一个网络策略 然后创建网络策略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使用这个Cluster2里面这个应用 去访问我们的这个两个应用 那它就是实现了一个跨集群的一个网络的 跨集群的这样的一个 网络的一个调度 因为为什么一开始我访问不了呢 因为拨认情况下 我们是只允许应用它去访问当前集群的这个应用的 因为这样的话 它可以保证更好的一个性能 可以搞一个比较低的这样的一个延迟 那我们可以使用一个网络策略 施加一个网络策略之后呢 它就可以去访问其他应用的这样的一个集群了 那我们这个网络策略其实也是比较灵活的 那我们有一共有三种网络策略 那比如说我是默认的这种本集群访问 再另外呢就是一个Failover 也就是说我当前应用的 出了问题之后 无法访问之后呢 它会Failover到其他的集群上面去 再另外一个就叫Active-Active的这样的一个策略 它会在我多个集群之间进行这样的一个负载均衡 前面介绍了 前我在演示里面呢 其实我们看到就是我在部署应用 或者是我不向外暴露我们的一个服务的时候 我都是使用Camada去进行了一个操作 也就是说我可以使用Camada去进行我们的一个资源的一个分发 那其实都是我们 比如说我创建了一个Deployment 创建一个Service 那我们去进行这个资源的分发 我们Camada可以去完成这个资源 它可以在我们的一个数据面的这个集群上面去创建对应的我们的这个工作负载 那这个Service Export呢 它其实就是对外暴露我们的这个多集群的一个服务 它 假如说我们在Camada这个集群里面创建一个Service Export之后呢 它也会同样把这个Service Export的资源调度到我们的这个数据面集群上面 然后就完成了我们一个服务的这样的一个注册的一个工作 然后呢我们的服务发现是怎么去完成的呢 服务发现呢就是说 当我创建了一个Service Export这样的一个资源之后呢 那我首先我会自动给它创建一个Ingress这样的一个入口 接着呢我会把你这个服务的访问方式 也就是Ingress的地址 把它注册到我们的这个控制面的集群 然后这样就完成了一个服务的注册 控制面的集群拿到我们的这些多集群的访问的注册的一些信息 之后呢它就会创建这个Service Import这样的一个 这个CR 然后创建到把它在我们的这个数据面集群创建了 创建了之后呢 那我们的数据面的集群就可以拿到其他集群里面 这个应用的一个访问地址了 那么可以看到整个方案 就不管是我们刚才创建应用 或者是为它创建Deployment 创建Service啊 或者是Service Export Service Import 其实这些呢都是我们KPS的它的这个标准的这种API Service Export跟这个Import呢 它其实来自这个Master Cluster的这个API Master Cluster Service的这个API 就是MCS API 这些都是一些标准的一些API 然后呢再就是我们可以通过使用不同的这些网络的全局流量的网络策略 可以进行我们多集群的一个流量的调度 然后呢我们可以做一个统一的管理 因为我们都可以在控制面上面去进行我们的资源的应用的部署啊 还有我们的应用的注册啊 等等都可以在我们的控制面进行操作 然后在整个我们所有的这些操作都是自动化的 不管是我们的应用的调度啊 还是Ingress入口的创建啊 服的注册发现啊等等 这些全都是一个自动化的一个操作 那么可以看到通过演示也可以看到 整个它的使用是非常简单的 我的需要涉及的这个CRD呢也是非常少的 那么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去学习 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很容易的去扩展 然后呢因为它可以跟这个K8的整个生态 可以很容易的去兼容 OK 今天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所有的这个内容 可能时间有点超了啊 接下来呢就是说大家如果对这个Kamada感兴趣 然后可以扫描这上面的这个二维码 以及Kamada我们这个 Kamada我们项目的这个网站 以及它的GitHub仓库 今天我们介绍的所有的技术 其实包括不管是Kamada啊 还是我们FlowMesh的这个FSM应用 其实它就是开源的 所有的这些方案 整个方案啊 所有的这些应用就是开源的 大家都可以在GitHub上面找到我们的这个仓库 或者是找到我们的这个社群 然后这边是我们FlowMesh的 FlowMesh的就是说我们 不管是我们在方案里面用到的 ingress的实现 还是那个seca proxy的实现 这些全都是我们FlowMesh自研的 其实我们不是用了像NGX啊 N1这种我们这边一个自研的这样的一个代理 那大家可以扫描这个二维码 了解我们的一些技术的一些方案 时间有点超 就不知道还有提问的时间吗 请教个问题啊 刚才看到这个FlowMesh里面用了XDP 对 XDP的话 我了解是说 它可能对ingress跟这个 对双向流量并没有这个做加速的 你们在做流量编排的时候 是会用到XDP嘛 在我们的这个多具群的场景里面 我们就没有用到这个XDP的加速 因为在多具群里面 我们可能涉及的就是这个 DNS的一些请求的劫持啊 还有我们 在浮网格那边我们会用到 也会用到 比如说浮网格 我们会用到IPTables去劫持流量 那我们在同样也可以是用EPF 去做这个流量的一个劫持 流量的一个劫持 那我们也可以实现 因为上一场有老师也讲过 他们使用这个EPF实现这个同节点的 Port访问的一个加速 那么同样的也都使用这样的一些技术去实现 那XDP的话在里面也会有用到 但是 无视我们的一个核心 还有一个小问题 就你刚才看到 你们用了自己的 用了一个library go library是吧 我了解CNCF有个项目 也是跟EPF有关的 就是Clien 他们也用好是用go写的 这个library是你们自己写的 还是说用他们的library 这个library其实是我们自己写的 那其实是在 这个library呢 其实它就是做一些 这一个 BPF程序的一些加载 然后再就是一些策略的 因为BPF程序 在运行在内核里面嘛 那我们的controller是运行在这个用户态 他们需要做一些数据交互 那这controller就 library就做一些这个数据的 通过我们这个map 它会去做一些map的这个更新 那其实这部分呢 BPF程序我们会用到一部分那个Clien的一些 对 但是我们因为跟Clien的一些处理 我还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我们会做一些DNS的一些劫持啊 等等这些 还是会借鉴Clien的 因为Clien它做的还是比较好的嘛 那也就是说 你这个go library在跨机型的时候 这个library还是要部署到那个 不同的节点 对 因为我要在不同的节点上面 去获取你的这个服务的访问的信息 包含了比如说ingress的地址啊 等等 那我要把这个ingress地址注册的 我要把你这个集群注册到我的这个控制面集群 那我注册的时候呢 其实就把我这个集群的入口地址就带上去了 那我的服务在注册的时候呢 它其实只是把我们ingress的规则的 那个七层的pass 给注册到我们的这个控制面集群上面 那就是我们是用七层的 用七层的这样的一个网络去解决我们四层不通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谢谢 谢谢 你好 我就刚听下来的话 就你们更多的就是说 用eBPF的话 对DNS的一个解析的一个应用 是不是 对 然后没有去修改说 然后多极群的一个datapath 对吧 数据的一个datapath 并没有说 比如说从绕过直接bypass 某些什么那个 对吧 因为已经涉及到跨极群了 对 因为跨极群的话 那因为你我要 因为我只是把你要做跨极群访问的时候 才会劫持到我的代理里面去 其实跨极群的话 就没有说我做 我做加速 其实加速基本上都是在同节点上去 就同节点 对对对 那我问一下 就是你们 就是你们用你们 然后eBPF 然后做DNS解析 还有跟你们在第一类核 然后用已有的技术做DNS解析的 这两者的性能的话 差距是 然后增益有多大 这个DNS解析这一块 我们确实没有去做 去做这个 去做这个 所以说 因为上一场 上一场有老师 他们已经介绍过 他们在用BPF做这个加速啊 等等的这样的场景 对 其实还是挺 因为我上场也听了 然后这场的话 我理解下来的话 你们用eBPF做的事情的话 就是说对DNS的 然后解析上面 然后做了一个修改 对不对 对 那我就想问 就是说你用eBPF 对DNS解析的 然后就是说速率跟传统的 然后解析的一个 然后速率这一块的话 如果没有争议的话 对吧 如果没有提升的话 那这个加速的话 我没看到你们加速点在哪里 这个方案 在这个多极学里面 我们主要是用到了 主要是用到了这个 它的一个劫持 这个流量的一个 这个DNS解析的一个劫持 因为整个DNS的解析 它是在发生在内核里面嘛 就是我从Pod里面 去发一个DNS的解析 其实这个请求会转到 这个节点的 这个local的DNS上面嘛 那我们在这个local上面 去做这个结析 因为这个DNS的这个处理 EPF它执行在我们 这个node节点的内核里面去嘛 OK 你说的这个网络加速 同节点的网络加速 其实是在我们使用 服务网格的时候 那它其实用的是最多的 就是说我们服务网格 服务网格在同节点的加速 同节点 既然是同节点了 它肯定是当前集群嘛 我知道 在多集群里面 我们就没有去做这样的一个处理 对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可能跟Commanda 然后有点关系 就是你们Commanda的话 然后集群里面的classIP的话 可以重叠吗 这个是不要求的 但是对于那个MCS那个方案的话 它是不能要求重叠的 就是不能要求重叠是吧 对对对 这个也是MCS API的一个就是这个是Communix里面的一个Sigma 那个API设计的时候就说有对这一点就是进行一个说明就是不能进行不能进行的那个炮台不能进行一个重叠 就是然后大概 谢谢 要不这样就是我们实验的时间确实超度比较多 因为可能我们工作人员他们要有用餐 那我们又我们两个人还会在这里 大家如果有问题可以过来找我们 就不耽误大家的时间了 谢谢大家